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开卖冻鱼的店铺 入了一批格陵兰的深海比目鱼 即是这个Greenland Halibut 跳跳这么大一条 十几磅 一买就一条 它会帮我切开它 抽真空一包包 一条鱼切开之后 足足这些包装 如果没有记录都六七包 整条一买 放在冰箱里慢慢吃 先前我已经做过一次西餐 就是香煎了 然后做柠檬油油汁 因为这些鱼在海中一触到 立即急凍 所以非常新鲜 我今天解凍了它之后 我会蒸 可能到时蒸多少 或者一两个 我打算用炸菜去蒸 就是这些简单材料 干葱 姜 葱 蒜 芫荽 就是这样 做到慢慢做 首先准备一些蒸鱼的材料 开包炸菜 需要半粒干葱 灼分开 灑的干葱 头顶的也是不要 切碎 底部的筋很不要 把干葱放下炸菜 一只子天椒 我这些是辣椒干 你都可以用新鲜 没有什么所谓 因为通常我买了一大堆子天椒 吃不完便會曬乾 放大約1茶匙糖 少許胡椒 1茶匙粟粉 蠔柚 大約1茶匙多一點 拌勻 拌勻 拌勻後才想起原來還未下居 切兩片薑 盡量切些細的薑絲 放入榨菜 再次拌勻 要些蔥四五坡度 我用這個方法刮蔥絲 最主要是用綠色的部分 用這個方法刮出很幼的蔥絲 然後用水浸一浸 浸一浸 可以保持清暖 另外也可以去掉生辣味道 切少少芫荽葉 一樣把水浸一浸 然後攪一攪一攪魚 在幾件裡面 拌勻後 就選了這個魚尾部分來蒸 應該都夠我們三個人吃 都很厚 所以就兩邊割一割 割完之後 用水洗洗 洗乾淨之後 用kitchen paper 抹乾 然後就可以把剛才用來 準備了的蒸魚炸材料 鋪上魚面 同時間就準備定一鍋水 用來蒸魚 到拿過去鑊上蒸的時候 就發覺碟大 鑊放不下鑊 唯有轉過去小一點的碟才蒸 蓋著它蒸10分鐘 10分鐘後完成 將它移到我剛才準備的那隻碟裡 把剛才準備好那些蔥絲和芫荽絲鋪上面 當然 用之前 把水晾乾淨 預備點熱油 淋上蔥和芫荽上面 香味就會出來了 我又準備了一些蒸魚的醬油 如果想知道我的蒸魚醬油怎麼做的 可以看回前的影片 有條連結在這裏 把蒸魚醬油拉在碟邊 一個很棒的炸菜蒸 格陵蘭比木魚 Halibur 就可以上台了 我開餐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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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